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眾生度盡 風陣菩提 一場不上妙難問 我先盡容楚楚光 山路流浪問妙荒 世辰是淚過此愛 那摩地狀王菩薩 那麼本尊台灣地狀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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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親未面 руки A千萬檢柳衫 無盡賢文得受場 願 rejected 有來的真實意 各位法師 各位聽見 大家好 我們研究《大宗經》 《有關於釋迦牟尼佛分身千百億》 的這些文 廣告三十二頁 頭前面一段 說《學憲基屬心》 基屬 基屬就是基家基屬 基家基屬可以叫做基屬 不是在家人 大家都叫做基屬 我們在家人有基屬 有分 這個猶不識猶不意 這都是基屬 這個基屬就是在知什麼 知報學共聞 要了解奉得學得既有 基屬 不求基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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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求命運 為德主禄 基家雍生 這樣叫做基屬 叫做基屬 就是說 你是一個在家修的人 但是你是呢 學識很百 而且你也很好 又很有利 你的學歷和你的土地 都平平優良 又沒有做歌 不做歌 而且你也沒有欣賞那個名字 跟誰 那你只依啥 依修 依修 就來自己 甘到五六 這樣 基家雍生 這叫做基屬 基屬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不要自己做這個 欸 我就是某某基屬 各位 如果聽你說這句話 也知道你不是基屬 基屬是人情侯 你的不是 欸 我就某某基屬 各位 我們在家基屬就要知道 連學復也不知道說 我教授說我今天跟你介紹 這位就是 丹基屬 鸞基屬 這位就是什麼基屬 那是我給你 給你 台籍喔 我給你稱呼 給你說 讓人聽 啊 永遠的基屬喔 基屬就很有收養 學得減養 我們不能自己感覺說 蛤 我主要介紹 我就是丹基屬 各位 這不是這樣說的 這就是不要顧欠的人 對吧 我們要顧欠的人 要知道這個 名書 副交的名書 不能夠用的 今天如果是我 給你介紹 我們這位就是丹基屬 這位就是丹基屬 這是我介紹的 你知道嗎 你不用抱歉 因為我給你看到你 對嗎 一後 人也看到你 哎呦 沒沒基屬 阿彌陀佛 大眾菩薩 不感動 不感動 對不對 阿彌陀佛 你不認識 你不認識 我就是沒有基屬 你不認識 你不認識 這樣變成什麼 變成自大 對不對 對嗎 所以我們學府的基屬 在家人 就要比較有勒毛 要謙虛 要很謙虛 你很謙虛 人房子覺得說 喔 這個收到有夠好 阿你若是 自己抬得這麼高 講話是這樣 這麼嗆聲 人家覺得說 這個講收得多好 我看是差不多而已 所以基屬就是這樣 基屬就是做無聞的 去留意的 阿彌陀佛 收用就好 做基屬 就要付錢三保 這種叫做基屬心 社交佛祖也正經憲過基屬心 來擁護這個佛教 再來 在我們法法現宰裡面說 說收得多甜 高欲穩得靈為基屬 在法法現宰裡面也說 現宰裡面說 如果基屬自家 要收得 要含守本分 就算了 他就算了 高欲 欲望很少 就這樣很有道德 這種人 會面 我們佛又顯過国王心 這個國王心跟專倫王心不一樣 專倫王是天主 國王心就是歷散王 就是小國家的國王 因為我們一個南疆部州裡面 有很多秀國家 這個秀國家的國王叫做歷山王 因為我們中國大陸 以前很適合的時候 三國的時候 五地的時候 都有祝福國 那時候 祝福他秀豐的土地叫做國 算他的人口 他的人口如果坐 這樣他這個國 就大叫做大國 人口如果坐叫做秀國 所以請他國王起來 他想他這個國家裡面要有三宅 要有天庭人制度 這樣才可以成為王 如果是要去做一個國王 想做秀生 要受什麽 受十分改行為姻 你才可以感性去做國王為個 因為做一國之王就要行榜 要台天行榜 做國王就是要保護人民爹生 所以國王要給人民親戚 像戚主啊 這樣法庭不可以成為天主 不是做國王就是你要享受的時候 做國王的人是 就是你王是不敢享受 萬民爹生最欠慧欠 可憐的眾生一大堆 你國王每天都要吃這麼好 在課金 高穹 這種國王可以坐多久 都不能在拜了 所以國王就是 親像你王佛國經在課 公十仙菩薩法大心 中北三戒康倫海 中下聘仙烈善王 做烈善王是受中聘下聘仙的人在做的 上聘的不去做國王 你在這個法菩提心 你在這個世間 這個三戒裡面 你是受中聖到下聖的人 你才去做國王 國王就受到鄉下聖一部分而已 但是會好受的國王就去做人家 去做很好 持五戒是不是 會好受的人做國王 就發天主題 所以就不敢敗國了 這就是法庭的問題 那麼金 公 民 金裡面也說 在這個金 公 民 金裡面在說 因為過期的陰 你交集了這個福佈 所以你生到陰中來 那你解胎的時候 你這個風雨的肚子裡面 解胎 就開始有主天來給你擁護 所以因為給你負胎 這個孩子生出事 就叫做什麼 叫做天主 就是天保護的狗 叫做天主 所以叫做天主 並不是叫做天主 就是什麼 就是太大 天主是天保護你生出來的孩子 你怎麼來 你就是要來帶天行動 你來保護這個國家的萬民百姓 但是呢 各位 我們普通的人 都不知道這個 什麼理由叫做天主 因為說 如果做皇帝就天主 不過我們中國皇帝都叫做 瓜銀 各位 很多人的皇帝這個 說我是天主 沒有喔 都很夠欠 瓜銀 瓜就是單獨一個人 你自己看做皇帝也是很可能 瓜銀 你萬民 他這麼瓜銀一個 欸 皇帝這麼一個 對不對 他一個人而已 很孤獨 你們是萬民百姓 做國王有什麼好嗎 我問 對不對 瓜銀 啊 實在可以聽到這句瓜銀 那如果我 我就不要做了 對不對 做一個瓜銀 不然我們沒有來做一個雄銀 對不對 做雄銀沒有說 欸 做法書就雄銀嘛 你看做瓜銀 啊 真正可憐 所以喔 做皇帝不好 你不要想 但是做有修了國王呢 憲國王心的人呢 他真正是 人王 那人王呢 你這個世間呢 他的幫助被寫 所以呢 我們有一次 憲國王心的故事 這個國王叫做 薩寶達 他是一位人王 他是飛溪滾生 啊 他的得修得很好 有一天 對石天的天主 一看到說 喔 啊這世間人 比較有這個 這麼有修的呢 這是真的假的 啊 如果像他這樣 這麼有修 啊不然他如果是 一定生天來做天主的嘛 啊如果這樣 我就沒幫我做天主了 我沒來給他試看 王贏母 所以這個天主呢 就化做 一隻婚教 啊一隻營啊 啊這隻婚教呢 在飛溪時這隻營啊 要來給他教 這隻婚教就有招來人 迷入這個國王的身骨 被這樣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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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國王把他捧起來說 啊你不用怕你不用怕 我不會把你殺 結果呢 一隻營仔衰 被告他 要把國王討這隻婚教 他說 那是我的飯堂 你今天如果是救他 你害我 我沒幫我吃 我沒辦法養 你要把這隻婚教放下來 給他吃 這個人王 手捧這隻婚教 是要怎麼放下去給他吃 他說你不要吃他 你馬刀哪要 我給你吃 他說 你如果是不吃婚教 給我吃 我是吃青的肉 我沒在吃素食的肉 吃青的肉 要怎麼 國王就說 這樣沒有我的肉給你吃 他說 你好 你要給我吃你賀來 要賀到那隻婚教平 這樣我才吃的肉 結果呢 國王就把那隻婚教放在頂上 那個牛 那個漆仔的頂面 把他的肉賀來 賀一生苦的肉都賀了了 又沒有那隻婚教的餚 結果呢 這個國王呢 說 把生苦的肉都賀給他了 又吃不到 所以這個天主變的這隻婚子呢 那個時候感覺說 哇 比較有人這個人 叫一隻婚教 整生苦的肉 黑了了 喔 這款的是大善人 這款的呢 真實在 配合他 就要變成圓形出來 變成圓形出來 就是一個天人 他就跟國王說 他說 你說你是怎樣要想這隻婚 他說 他說 我 我願行先來為生就佛道 我沒有想要生天啊 蛤 你為到來生這種的這個苦行 你目的是要為到生就佛道 他說對 我沒有想要生天啊 生天這種的呢 是沒有了解的啊 哇 這個天王呢 做得很慘愧 快把他慘悔 他說他才有得的人 要怎麼一定跟他爭天威的嘛 結果他不想要生天啊 人家他做的選手 目的就是要為人民爹生的 貼好國家 所以那個時候 天主就把他慘悔 國王呢 就揮悔到他的生苦 所有 放出去那些肉都揮悔 各位 我們如來生生世世 都示現到這個度眾生 受這個力度萬行 受無量心 目的就是要生就佛陀 為要生就佛道 受這些苦行就是要做主娘啊 並不是說要生天鄉福啊 所以天人的量 和佛的量 當然不相當啊 所以優冠他如來為國王 一個種種 犧牲奉獻的事情 實在是太多了 各位 你們現在這樣聽 佛講這些話 你知道佛教道為什麼 不需要回向生天 我們做多少功德 做多少的神書 我們都沒有想要生天 我們沒有希望死後去天堂 因為天的天人就是生死還沒了 還有貪欲心啊 還有執導心啊 所以那個地方不是我們去的地方 不只說佛教道 沒有一個佛教道 死亡要生天的啦 都是要回向王生政党 這就是我們的本願 會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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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現財夫心 財 財就是什麼 財就是平啊 對嗎 貼河這個 善修 叫做財啊 這裡我們酒禮裡面 說 財財令貼河獎 所以名叫做財 所以叫做財上 財上就是會貼河 他跟一國的這些文部百財 都跟他協調的好事 所以我們如果說 做到一國的大財 你做到財上 你無法調和這些文部百財 你無法叫做財上 所以做財要有財 人要負財 做財如果沒財 你無法富做國王 這支富就是富做 富做財王 我們學現財政府 真是去做財上 幫助財王 做他的行政 做他的公卿 做他的必料 所以 你以前 一個皇帝 要有三代 要有主宰 要有王法 要有王做財 所以叫做財富 每一個國王的行政兵 要有百兩百的文部百財 這兩百的文部百財 那些財政兵 叫做財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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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說 有禮士三公 倫斗金般 三公就是在做什麼 就是在倫斗力 要 cater 好幾乎 要怎麼革ickers 去 flee 這種旗旗賓大神 所以他將严婦體分作祛婚 來正式的事情 這就是他做的 所以說起來 一個國家的平常太平 要出殷王 要出好的大神 一個國家來講 郭王本身 沒收 貪親旗也太重 大人 大家貪人吃 一个国家里面就变成什么 变成腐败 腐败的国家 不过腐败的国家 这个国家就要灭掉 所以一个国家 兴随就是离这个宰障 宰障就是我们现在的行政议定 我们现在现代人 我们的国家里面的行政议定就是宰障 行政议定如果是没法党好理这个文部百官 如果这样这个国家就会败掉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这不是水水边边人 没有就叫一个来陪 没有就叫一个来陪 这个国家实在是太无人材了 所以一个国家里面的宰障 要有极有非常大的威敌 才能立足 人民辈生才能赴障 再来学现官殊心 宰障官员官殊这位 官就是仪 就是公 就是殊 就是官僚 那么这位官僚积极 就是通议三宫 秦朝呢 汉条为国 依来都有三宿 所以都开 他们 那个时候都叫做户 开往户 什么户 这个户里面就是疗殖 这个疗殖里面就是 叫做灾关 灾殖心 灾殖官殊 所以这种呢 做官的事情 石坚无尼粉也真正都实现过 所以它实现在家人的生活 家园没工作 日子 还没收到的人 他呢 统统实现过去 但是实现过呢 他是都来帮助这个国家 来辅助这个人民辈赤 那么户面就要实现什么 实现做出家 数种地主 乃至跟神魂 云甲百姿佛 石坚无尼粉 他现身实在是潜伯 的众累实在是太多太多 对吧 只现这个 在家人的生活 就众累这么多了 但是呢 现出家种 会成功 众累就比较少 因为出家种 有现BQBQ年嘛 幽宝石 幽宝鱼就在家啊 BQBQ年就是出家啊 出家种里面 还有三米三米年啊 还有石坚无尼 这还还有 所以说起来 要出家 当然你就要先做一个 实现做一个学法年 学法年就是代法受兴 受到你出家做一个小三米 三米之后才受一个石坚无尼年 学法 石坚无尼年之后 你才去受盖 受益几次 正式定端 做一个出家人 那么出家 这个二状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会一处 正来把各位说明 会面我们来辉诱 愿意出家庚庚庚 中严副政党 上部宿党因 下座三度寇 留有建文账 设法保体心 进出于报信 蒙醒吉OLD 绿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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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畏畏对爱主的目的 方向我找到见 见察干凌我爱与见 那么大愿地将我疏伤 那么大愿地将我不疏 我愿永远为你 逍遥自在乐年年